第三十集 不是有什么预感一般 就站在窗前仰手天空沉默着 天地骤然间黑了下来 他依然是副手站在窗前一动不动 直到第一时间 有人捏手捏脚的进来点燃烛火 府中灯火亮起 他才轻轻的促着眉头 回到书桌前坐下 眼神凝住虚空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相爷 董大人求见 一个轻衣老者无声无息的出现 恭敬的禀报 董无法 让他进来吧 这个人正是大赵帝国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权相 第五轻柔 须余一个身材瘦长的人走了进来 相爷安好 坐吧 第五轻柔轻轻的一挥手 看着桌上正在跳动燃烧的烛火 他静静的道 董大人 什么事情 乃是为这天地异象而来 董无法身躯长大 一双大手宛若蒲闪一般 脸上有些瘦 颧骨高高的突出来 一双眼睛却如阴损一般的锐利 任何看到他眼睛的人 都会立即想到沙漠中那凶残的石师救 这个人就是大赵帝国军方第一汉将 董无法到了这里 就代表大赵帝国军政双方的头脑人物到齐了 一般的朝政之中 军政双方的首脑人物都是水火不能相容 但在这里却正好相反 董无法的年纪要比第五轻柔大 但是第五轻柔却是董无法一生之中最为佩服的人 天地异象 不错 的确是天地异象 第五轻柔轻觉的脸上露出一丝忧虑 他轻轻地说道 说完目光稍稍下垂 似乎在竭力地思考着什么 手指轻轻地敲着桌案 发出咚咚的轻微声响 书房中陷入一片沉寂 董无法端正着身子 笔直地坐在第五轻柔对面 不敢打搅他的思路 伴赏之后 天空中的乌云渐渐散去 天空又恢复了明朗 第五轻柔副手起身 缓缓夺步到窗前 仰起头喃喃说道 半个时辰 从乌云来天地遮乾坤混 一直到现在云散天开 足有半个时辰 这种诡异倒真是千古一剑啊 相爷 可是有什么重大事情要发生吗 董无法脸色一变 第五轻柔仰着头看着天空 目中震惊之色一闪而逝 董无法在他身后确实没看到 不过 虚余之间已经恢复了波兰不惊的样子 第五轻柔缓缓回身 微笑道 无他 不知何故 天地突然混沌 天机混乱 亦不可测 整个未来无法预知啊 以相爷通天彻地的星象观测 竟然也无法预知吗 董无法豁然起身 眼中露出焦急之所 不管如何 我大赵一统天下之势已经非常明朗 第五轻柔声音虽轻 却是斩钉截铁带着强大的信心 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他稍稍停了一下 轻轻地加上一句 加快速度 是 第五轻柔的话很平常 但是 他那斩钉截铁的口气 却让董无法一下子放下心来 似乎只要有第五轻柔这句话在这 就算是整个苍天塌下来 那也是无所谓的事了 去吧 第五轻柔温须地微笑 是 那我走了 董无法起立 转身 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第五轻柔含笑的眼神 突然变得疑惑不解 他喃喃地说道 怎么会如此 如日中天之势已经形成 为何在这时刻天地逆转 对方竟然出现一丝生机呢 他慢慢地躲着步子 扮赏 左手缓缓握拳 置于胸前 目光渐渐变得凝利 只是风中残竹 一口气便可扑灭 在我第五轻柔的手中 怎么可能让你形成燎原之势 他目光一凝 似乎打定了什么主意 扬眉鹤道 来人 这句话短短两个字竟然说得杀鸡里人 铁云国中被称为一带天骄的铁补天 也在宁神看着天空 柔和的脸上满是与年龄不相称的凝重 乱了 一切都乱了 铁补天喃喃自语 摇了摇头 这场天下博弈 第五轻柔啊 第五轻柔 你还有这样的有把握吗 说着这句话 铁补天一直沉重 有一股淡淡忧虑的脸上 竟然出现一丝俏皮的神色 眉毛一弯 一时间竟然有些妩媚 不仅是下三天 而且中三天上三天的天空 在这一刻也变得漆黑如墨 在一些久远的 只属于传说的地方 也有蠢蠢欲动的痕迹 蛮荒冰原之上 随着天色昼黑 那种巨大的能量排空而上 搅乱了整个天空云团的时候 一座巨大的冰山突然爆裂 一条黑影直射上天空 四下里查看 随后确定这股气息 乃是肯定存在 他突然仰天大笑 我们三星圣族 再次出世的日子终于来了 他狂呼大叫着 突然重重的跪在冰封之上 仰起脸来 已经满脸是泪 九阶空 苍天蜜 续日腾 圣足星 苍天哪 苍天 这个誓言足足困扰了我们数万年 数万年了 在淒厉的寒风中 他的声音远远的传了出去 在空旷的天地之间 久久回答 那种亘古的苍凉 和如是重负的惊喜 是那样的明确 孩子们 让我们将这九重天 再搞他个天翻地覆 这条黑影一声饱和 便如半空中响了个娇雷 一阵欢呼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响起 与此同时 主宰着上三天和中三天的几个巨无霸家族 也纷纷召开了秘密会议 会议内容只有一个 竟然惊人的相似 这天要变了 我们几大家族的年轻后辈 也该趁着这段时间出去历练 否则 家族将会在这场巨变之中陨落 九节处风云舞 万劫灭 星辰枯 天地变 书命处 这是天意 族内的优秀青年弟子 即刻入室 在这场江湖历练中 务必要将其他几家的船人压住 不管做什么 都要压住 这一点要牢牢记住 天地巨变 这一刻的气韵影响着我们数大家族的兴衰 而你的年轻一辈 就代表着我们的气韵之所在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cxp8.com 这句话 是每个家族的当家人 都慎重其事地交代自己后辈的一句话 自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句话 也是每个青年人都几乎被揪着耳朵 则令倒背如流的话 寻找九节剑的主人 若能为友 则全力相助 若是为敌 则不惜一切代价 毁灭他 天地震动 几乎所有的决策 都在短短的半个时辰之内完全决定 楚阳现在还在地底 他并不知道 因为九节链的出事 整个世间已经变了样子 他更是绝对不会知道 就因为这次事件 改变了所有那些 在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的生硬诡计 而这些 在前世 是绝对没有过的 楚阳将石块恢复原状 从清玉门中走出来的时候 那时事里面 已经又是布满了森寒之气 看起来与之前一般无二 但是楚阳却知道 跟之前不同了 这里面 虽然还是七阴汇聚之地 却是已经少了九节剑的灵体 凡属七阴汇聚之地 在地底必然会有极为阴寒的宝物 这一点 是上一世楚阳到了上三天之后 无意中才知道的这种秘密 楚阳已经得到了九节剑 胜过了一切收获 所以 他对造成七阴汇聚之地的宝物 并没有寄予之心 就为天外楼保留这点元气吧 他这一顿吸 吸收的寒气 也几乎是这七阴汇聚之地 数十年寒气的综合 虽然是九节剑吸取了 但楚阳却可以自主运用 跟用自己的功夫并无两样 这就是九节剑主特有的福利 当然 若是将来天外楼还是免不了被覆灭 那么 楚阳无论如何 也要来将这造成七阴汇聚之地的 不知名的宝物取走 绝不会便宜了别人的 走出门外 他不由得大吃一惊 孟朝然依然神情淡淡地站在那儿 只不过 宗主大人 却怎么都变成了蒙面人 而且还包得严严实实的 只看到一双眼睛 呃 貌似这眼睛也似乎是小了些 只剩下一条缝了 楚阳一出来 孟朝然与乌云良同时皱目看去 一看之下 两人同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此刻的楚阳与进去之前绝对不一样了 但究竟是哪儿不一样 却说不出来 似乎这只是一种很缥缈的感觉 同时 乌云良也感觉到 楚阳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不由得脸上一热 怎么样 两人同时问道 异口同声 楚阳在里面足足待了三个时辰 两人早就已经是诧异莫名 一般的历代弟子进入七阴汇聚之地 能够持续时间最长的 也只有不到半个时辰 就得立即出来 要不然就会被那吉阴寒气活活冻死 出来的时候也是浑身哆嗦 身上脸上挂着白霜 一副弥留的样子 而楚阳竟然在里面待了三个时辰 还就这么风轻云淡的走了出来 两人看着楚阳都有一种见鬼的感觉 楚阳见到师父师伯都这么直勾勾的看着自己 眼神居然一动不动 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不由得下意识的摸了一把自己的脸 若是这里有镜子 楚阳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拿过来看看 自己脸上是不是长出一朵花来 这眼神太诧异了 他自然不知道 这第一次进入七阴汇聚之地的反应 怎么了 你没事 两人又是一口同声 没事啊 楚阳更纳闷了 两个人对望一眼 楚阳明显看到 乌云良那已经变成一条缝的眼睛 突然瞪得溜圆 你大师伯的意思是 你的七阴绝神掌怎么样了 孟超然咳嗽几声 郑容问道 不知道呢 倒是感觉吸收了不少寒气啊 楚阳愣了愣 我试试 乌云良和孟超然二人同时无语 你进去是干啥的 楚阳一运功 刻意的运起了 现在已经运藏在丹田中九节剑中的寒气 顿时这时势之中阴寒一片 如同寒冬腊月 而他伸出的右手也突然间变作一片银白 左右手掌一拍 顿时寒气排空 他只运用了三场 但是乌云良和孟超然已经同时瞪大了眼睛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几乎已经达到七阴绝神掌五层功夫 这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 那天看他用七阴绝神掌的时候 只是隐约之间有些寒气 那分明是七阴绝神掌刚刚入门 还没到第一层啊 但是现在这种寒气 却已经是等于一步登天的到了第五重 这可是相当于掌门弟子修炼数十年的功夫啊 若是他们知道楚阳只不过动用了三层寒气 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了 两个人同时揉了揉眼睛 孟超然更是被自己的徒弟吓了一跳 不动声色的使劲的拧了拧乌云良的大腿 乌云良大叫一声 那部位本来就被揍得轻紫一片 现在又被使劲的一拧 更加的痛入骨髓 抱着大腿就跳了起来 第三十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